那當然當天的一個下午 就是因為我們承辦人的一個失賴的一個部分 造成我們齊先生就是感受到不悅的這一個狀況的話 我們在這裡也向齊先生來致歉 那當然當天的一個下午就是因為我們承辦人的一個失賴的一個部分 造成我們齊先生就是感受到不悅的這一個狀況的話 我們在這裡也向齊先生來致歉 那我想造成不悅的狀況 當然他這個是屬於承辦人個人的一個行為 所以說他也在昨天也跟我們這邊來進行請示 那當然我們也考量到他的一個個人的行為 那確實是不適合繼續在我們的公務機關這邊來擔任工作 所以我們昨天也同意了他的一個請示 整個都要不周而造成整個齊先生的一個感受不悅的這一個部分 我想這個區塊的話我們教育處包含我跟科長我們會負起責任 我們也未來自行處分 那另外的話我想還是非常肯定我們齊先生 他對於整個台灣的一個環教的一個努力 是要傳給誰或怎麼樣 當他傳的時候傳完以後後續的動作是怎樣 他其實他在當下的部分的話 其實他就是一個誤傳的一個狀況 那當下的話其實他也有發現誤傳之後 他也有將他收回 但是我想傷害已經造成了 那我想也造成了齊先生不悅這樣的一個情緒 所以說當下其實他也有跟科長報告 那科長當下其實也有跟齊先生這邊來致歉 但是我想還是無法就是讓齊先生的一個心情 那有所平復 所以這個區塊的話 承辦人也認為是他自己的錯 所以他也是跟我們提出了請辭的這樣的一個申請 他是傳給自己朋友還是傳到一個群組嗎 你知道嗎 他是傳給家人而已 傳給家人這樣子 他只有傳給家人 他現在這樣他有沒有感到後悔還是怎樣 他第一時間 其實他跟我報告說 因為我們工作上面也有比較多 所以從台中韓北一點都他跟我報告 我馬上就打電話給齊先生 那齊先生是回應我說 因為他在開車 有安全考量 他沒有辦法回應我 那我說那我就通知課程暫時還 後來我就馬上請我們同仁告訴你 請大家你看 那當事人有跟齊先生接觸 打電話跟他致歉嗎 還是當面就跟他致歉 他現場就有講好多致歉的話 因為我們志工全部都在現場 那當事人現場就有跟齊先生 對 當事人在現場就跟他說道歉了 只是說他可能無法去接受吧 對呀 謝謝 謝謝